各位PayPal公民新闻平台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这个星期的客座总编辑 我叫Masawagi 我是泰雅组的原住民 那么在这个星期 我选了三则的公民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则是来自嘉然报告 那么这位公民记者呢 他从2009年开始 记录了台东县京丰乡嘉兰村 从八八丰灾历时四年到目前为止 2012年的5月1号 那么他总共呢 提供了89则的这个公民新闻 这里面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 就是一位在地的公民记者 透过他的影像的观察 能够很细致的把原住民的部落在这四年当中 经历了八八丰灾然后呢建立了一个中继屋 甚至于到一个永久的这个居住的屋的 这个永久屋的落成仪式 他都巨细迷移的把它记录起来 那么在这些记录当中呢 我也看到了他不单单只是针对 金丰乡的嘉兰村他也实际走访了包括大武乡的富山以及大鸟村还有泰马里 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他的 他的新闻提供了在 但是金丰乡的嘉兰村就有66则 他甚至还做了综合的报导 那其中他还到了最南部的大武跟泰马里 其实我觉得很惊讶的地方是在于 即便是原住民电视台的东部新闻中心或是驻地记者 可能都没有办法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那么持续长久的不单单只针对一个部落 我们特别看到是他在5月1号看到了嘉兰村的永久屋落成 在上个月就是4月17号是经历了四年 从中继屋永久屋的动工一直到永久屋的落成仪式 我们看到了在他的嘉兰报告里面呢 不单单针对排湾族的传统文化 人文甚至于一些小人物的这个辛酸历程 甚至于是现代的生活跟传统原住民生活之间的冲突 特别是在他在5月1号po上来的这篇报导呢 就是看到了永久屋虽然落成了 可是他关注到的是一个来回到嘉兰村来参与家园重建的一个工人 可是呢大家都欢喜的要入住到永久的永久的房屋里面去了 可是这一位曾经是嘉兰村的村民呢 他因为可能是因为在当时跟政府透过政府的游说 或者是他也提到了他 他喝酒醉可能就糊里糊涂的签署了一个同意书 结果就把户籍签到了太玛里乡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看到短短四年当中他从家园被冲回 然后参与家园的重建 可是他自己在当大家回到永久屋去居住以后呢 他自己成为流落外乡的一个艺人 虽然说嘉兰村到太玛里乡可能大概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 可是在心里面的那个距离呢 在这篇报道里面呢就可以呈现出来 当然这样的一些镜头或者是镜头语言 甚至是这些部落里面的小人物他的这个心声 我们是确实是很难透过一般电视新闻的处理可以看到的这么细致 所以我第一则特别就推荐了嘉兰村的这个嘉兰报告 那么这位公民记者他横跨了四年 在部落里面做了一个第一手的观察 我觉得非常的棒 再来第二个部分 当然因为我是住在山上的原住民 当然就会比较想往到海边去度假或者去探险 不过可以看到这个第二则报道很有趣的是一位公民记者叫彭湖黛 他在4月29号提供的这个新闻叫做观光季已经到了 但是彭湖的极背岛却不见往日的观光人潮 怎么说呢 其实在往年就是呃特别是四五月开始 其实我们住在呃都会地区特别是台北是高雄 这几天可以看到非常的炎热 可能睡觉的时候都需要开冷气 不过现在电费涨价了 所以大家就忍耐一点 不过呢看到彭湖的极背岛他们提到了在过去往年 大概四月份五月份开始呢慢慢天气炎热了以后呢 到彭湖旅游的观光客 特别到彭湖呢没有到极背岛呢等于没有到彭湖一样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彭湖的双新石户是非常有名的 甚至于登上了国家地理杂志里面 那我们看到彭湖的石户呢大概有五百八十处 那么其中有八十八个石户就在极背岛 所以呢他们就说极背岛是这个石户的故乡 但是往年呢就是因为到极背去观光旅游的观光客 大概有两千人到三千人 特别是从四月份开始 一直到整个暑假的七八月是高峰 可是我们看到了今年四月他的观察是只剩下一千人不到 这样的一个将近三分之一的比例喔人潮锐减 其实我们可以去观察到当一个可能是经济的因素 现在所谓的物价都在上涨了 可是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因为这可能是从一个经济的角度去看观光人潮不再到澎湖的极背岛 可是从生态富裕的观点来看 虽然在这则新闻里面没有看到 我想可是网友们看这则新闻里面也可以从返向去思考 相对的对于生态的富裕呢 我们看到了可能极背岛的这个沙滩 或者是因为观光客的锐减 相对的它的垃圾的污染 甚至是因为人潮的涌入极背岛呢 会需要大量的船跟那个气庭的往返可能制造了很多二氧化碳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可能这样的时候呢没有那么多的观光客 可是相对的也对澎湖极背岛的沙滩 或者是垃圾景亮甚至于海底的生态的富裕 可能也算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不是站在这个商家的立场来看 我们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 因为我们看到了其实大部分的游客到极背岛去 他们最想要体验到就是下海去体验什么 到潮间带去抓螃蟹啊 然后观赏珊瑚啊 然后抱那个就是石户的那个石墩去抓鱼啊 可是相对的如果人潮瑞减的话 其实相对的我们看到了海底的生态 可能就因此得以喘息 那这个就提供给大家 当近处的我们可以对照在蓝宇 虽然有核能肺料储存场的这个阴影 但是呢根据我的观察 然后我们也有蓝宇的同事 他就说其实现在蓝宇的民宿也慢慢的蓬勃了 那观光旅游 特别是现在四月份蓝宇的飞鱼季 可能也造成一票难求的情况 特别是台东飞到蓝宇的机票一票难求 当然我们刚刚说的如果观光客不是到澎湖的脊背 那也有可能到了蓝宇去了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蓝宇可能相对的也要去承受 这些观光客所带来的这些生态上面的影响 不过远处的可以看到泰国的普吉岛 虽然因为南亚海啸的影响 像欧洲的观光客 特别是北欧的挪威瑞典芬兰的这些北欧的观光客 非常喜欢到泰国的小岛去 可是现在根据我们观察 这些北欧的游客也渐渐的不太喜欢往普吉岛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里太多的观光客 他们会觉得到那边太多的瑞典人 就觉得好像就在瑞典度假一样 其实他们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 希望能够去寻求一个原始自然的海岛 那当然极背岛屿目前碰到这样的一种冲击 也许可以提供给极背岛屿的岛民们 或者是他说希望政府也好好的讨论一下 当然也可以思考怎么样朝生态富裕 或者像北欧的这些观光客 国际的观光客 逐渐的去寻求自然野生 这样的一种趣味的海岛 那么这则是澎湖带他提供的新闻 第三则新闻是一位懒人居 他在4月28号铺上来的新闻 鸡灰会是第二个美丽湾吗 鸡灰是阿美族语就是天然港湾的意思 那么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可以看到整则新闻里面 他其实在后面已经提出了一个问号 那么鸡灰这附近的阿美族居民 他们的部落叫做比西利安 其实在比西利安可以看到一个隐忧是 有一个商业集团叫保胜海洋牧场 它已经取得了将近有12公顷的土地 要来进行一个开发案 光是这样子听就觉得好像已经美丽湾 就在隔壁的这个阴影 开始笼罩在这个鸡灰 这样的一个天然港湾 那么比西利安的居民 他们也提出了在这个报导里面 懒人居他也访问了潜水教练 然后也看到了从外地来的这个冲浪的教练也好 或是国外的观光客 像我们刚刚在上一则澎湖这个极背岛里面 也提到了有关于像泰国的普吉岛 目前面临观光人潮没落的情况 其实看到鸡灰这样的一个开发案 我们是不是也思考不仅是隔壁的美丽湾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开发案 可能会带来的隐忧 所以呢 懒人居也提出了一些值得大家思考的部分 就是虽然说宝胜海洋牧场 它是一个通过了环境评估的开发案 但是就在隔壁的台东城公镇 居民也提到了 部落的居民也提到说 过去在城公镇 也耗费了将近十亿元来开发两个开发案 可是后来城公镇的开发案失败了 所以他们也就不再信任了 有关于这个对于海洋或者是土地环境 这样的一种经济或是商业的开发案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位潜水教练 他呢提到了 他说呢 过去三十年前 除了在墾丁以外呢 他看到在台东的这个鸡灰 目前就是最有生机的 椒岩潮间带 当然现在提到了过去三十年的墾丁 到现在已经 他的海洋生态已经惨不忍睹了 所以呢 能不能够再给台湾的海洋 美丽的海岸一个机会呢 特别我们看到了很多保育 保育人士也好 或者是一些外地的观光客 其实来到这个鸡灰的海岸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维系他的 不仅他的传统的生态 或者是海岸的生态 当然他也因为是 阿美族人的传统生活领域 在这里面就有着 阿美族人捕鱼的海洋文化 或者靠近部落 也有他们的捕鱼季 那在封年季期间 也会有一个海季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具备人文 还有生态的一个环境 是不是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开发案 而慢慢的笼上一个阴影 所以我们看到了隔壁部落的 部落族人也来声援 就是在这则新闻里面 我觉得他很聪明的 告诉大家 这样的一个海洋生态的开发案 从不同的角度 甚至于是从成功症 失败的这个开发案里面 来提出一个疑问 当然这也是一个值得大家去关注 特别是经过美丽湾的开发案以后 又有一个新的开发案 虽然是已经通过了环境评估 但是值得大家继续去观察 以及追踪的 我觉得比较好玩的地方是 当时呢这个宝胜海洋牧场 在这个十二公顷的基地里面 他准备要规划的时候 现在这边种满了向日葵 就像南法一样的向日葵 可是当他要开始开发了以后 就用这个铁围梨把它围起来 当然居民们呢 就开始因为这样一个铁围梨 跟先前这个向日葵之间的一个落差呢 心里面就开始产生了阴影 所以我觉得台东来人居一提共同这则公民新闻报导 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继续去观察它后续的发展 那么以上就是这个礼拜客座总编辑马少阿基 在这边推荐给大家的三则新闻 也在这边鼓励所有部落的公民记者 能够随时随地的把部落的大事小事 都透过Pepo公民新闻平台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欢迎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